注意的是 其實這是我朋友她的妹妹 她那個時候在國外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醫生真的很讚 她在國外生產完之後 她月經常常不乾淨 就是中間還是有一點點出血 那每次去國外的醫生都跟她說 有可能就是因為你生產完 怎樣怎樣 所以也沒有管她 你知道她那種陸續一直有出血 小小小的出血 已經延續了快一年 還是有這種狀況 後來她是回台灣 結果台灣醫師 醫學中心一檢查 醫生說 我根本不用踩抹片 她說我一進去看我就知道了 她是子宮頸癌 舒青分享這個案例很好 我剛剛就在想 我們其實看到太多 你不要認為產後的出血 雖然我們剛剛講 她月經期是改變是合理的 不正常出血好像也合理 可是超過太久 三月甚至六個月以上 異常的出血 在不正常月經期以外出血 還是要小心 因為剛剛講子宮頸癌 我們也遇到 我們最近還有遇到 其實子宮內膜癌也有發生過 因為她剛開始來的時候 其實也是異常的出血比較久 那如果超音波 內膜有厚一點點 你大概想說生完也是這樣子 結果拖太久了 不對 去刮了一下 她還真的是內膜 對真的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特別一點的 像也有遇到過 脖布產 脖布產的疤痕 有時候也會裂開 我們最近遇到病人 像這類病人 都拖六個月 一年以後才來 因為她受不了 她每個月月經來 好像時間到該來是來 可是就是一天到晚滴滴答答 所以在子宮 脖布產的疤痕 有時候也會有裂開 它裡面的小裂開 那個地方是比較粗糙的 可能每個月就可以滴滴答答 一直出去 也會發生這種情形 所以雖然在產後的月經 是很容易會改變的 但是如果超過三個月 在我講胃奶停了三個月以後 因為胃奶期間 有時候月經會受到一點抑制 如果奶水沒了以後 正式月經來三個月以上 還是亂七八糟的 不太對勁 最好的方法還是找醫生 因為原因太多元化 從癌症 腫瘤到良性都有可能 那我只是單純的生理期不順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改善陳醫師 對 那就是 找好的醫生 然後找好的老公 有 有一些病人 她是也是一樣 就是有一些媽媽 她就是生完小孩之後 她的那個經濟變得很大量 然後她的生理痛 她又受不了 又加上有小孩壓力 後來婦產哥醫師跟她說 那妳就吃避孕藥 沒錯 吃吃之後 哇 她覺得人生簡直改觀了 神奇氣爽 因為那個量就變得很規律 然後也沒有那麼偷 然後經濟也很規律對不對 其實就是因為要對症下藥 如果它沒有特殊因素 其實避孕藥是一個好選擇 避孕藥的好處 我常常說避孕藥是藥界的大人哥 因為它可以讓你月經穩定 就你的 我沒有說保養 大人哥 第一個 它可以讓它月經穩定 量比較少 而且其實因為 大家有注意到 只要血量少 痛筋它會改善 那它也會抑制痛筋的產生 它陰道分泌比較正常化 所以感染風險會下降 其實在產後還有另外一個好處 其實你們都沒有忽略掉 自己心裡有一個陰影 很多產後衍生一大堆問題的時候 它會怪在生產 所以它心裡會排斥 下一次的懷孕 所以病院要有一個更大的好處 因為它會暫時的 阻斷你再懷孕的風險 所以它心裡會完全的放鬆 也比較可以享受親密關係 其實會好很多 但當然有些它的禁忌症 每次都說我只有講好處 如果你有肝功能的異常 你曾經血管栓塞過 可是其實老實講 在年輕女性這個很少見 還有一個是曾經長過乳癌 在年輕女性更少見 這幾種人我們就不鼓勵 還有一個是抽菸 如果你35歲以上 又一天抽半包以上的菸的話 其實它栓塞風險會增加 在吃病院要格外的小心 所以還是找醫生最重要 對 郭威師有沒有什麼建議 就是我們真的不順的時候 中醫可以怎麼樣改善 那其實整個椎子裡面 我們慣上就是兩個東西 一個就是補 一個就是卸 補什麼 補我們身體的氣虛 血虛 聖虧 或者是乾聖虧虛 第二個卸什麼 卸掉我們原本二路 應該不在我們子宮家裡面 二路趕快排出去 所以常常聽說 所謂的生化湯 生化湯為什麼叫生化湯 去淤血 所以所謂生化湯就是有這兩個作用 讓我們子宮家裡面的髒血 或二路趕快排出去 趕快恢復到原本的這種彈性 趕快生出它原本應該有的血液 讓這個產後 它月經可以規律的來 規律的去這樣子 那我們常說做植子 總共有三個方向 就是我們說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 因為產後氣血大虧 氣虛無力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是調補 我們從 四層湯 或者是說我們所謂的 四層大補湯找的時候 第二個階段我們就要 利水消腫 我們說產後 可能水腫 或者是眼腫 或者是整個臉都覺得很腫 這時候我們就可能用一些比較 像利式的藥 包括 芙苓 白竹 這一類的藥 去做身體的這種消腫 那其實可能很多 作業子裡面 很多產物會發現 產前跟產後 其實只要作業子過 它其實這個重量 慢慢慢慢的 回去原來的這個體重 第三個我們要做的 就是所謂的 補肝益腎 因為我們一直提 小孩子經過我們下腹腔的時候 會去撐到我們所謂的 我們這個齒骨聯合 那這個時候我們 該怎麼讓這個齒骨聯合回去 就是靠所謂的補肝益腎的藥物 因為肝在中醫來講 肝主筋 腎主骨 怎麼樣去顧護我們所謂的筋骨 其實是很重要 這邊可以呼應一下 寶仁哥他的說法 其實中醫跟婦產科 其實是可以做一個 相當好的一個結合 怎麼樣讓這一個女性 她可以在產後 可以非常的舒服 或者是說 她願意接受第二次的生產 其實是很重要 有些女孩子 一次次就嚇到了 她不願意再生了 就像我太太一樣 這一次 你不是很會哭 她從頭吐到尾 吐到產台的時候 她跟醫師講說 我跟妳講 我不再生了 這是我這一次吐的 對 我們通常 講這種話的越快回來 哎呀 所以我們中醫做月子 就是在做這個階段 就是分三個方面 讓我們這個女性 可以恢復到產前 這樣的一個身體的狀況 不要讓她畏懼生產 以及傳宗借代的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是啦 其實生產真的很辛苦 然後之後的後遺症 也是我們現在慢慢去面對 就像婦產界的大人哥說的 肌耐力 肌耐力 必有肚 肚 對 柔軟肚 柔軟肚 好的 去培養一下 再來就是 趕快去買豬肚 謝謝大家 記得上午幫幫我 小營師的重重護照 拜拜 大肚皇喜歡肥肚 為何我的韌腥紋這麼嚴重 該怎麼辦 我要一個切身之痛 怎麼樣消除韌腸紋的 哎呀 這只能問你了 韌腸紋其實成長因素 當然跟體質有關 第二個大家都認為 跟體重快速的成長 是吧 所以它的一些 膠原蛋白還有肌肉纖維斷裂了 第三個 有一些研究發現 如果去養 去抓它 所以一個重要的概念呢 其實就不要體重增加太多 第二個 用一些油去按摩 都會有改善 但最後你講到 木已成舟已經產生了 什麼 你說媽媽 其實她到36週都很驕傲 都沒事 36週零一天 而且它常常發生在 你看不到的地方 還有大腿 屁股後面會有 好 那怎麼樣去改善呢 第一個我們先觀察 多數一個月到三個月 它顏色會淡化 會變淺 可是如果真的不行 各位也不用太擔心 現在有很好的消除韌腸紋的一些 不論是一些局部的使用的保養品 第二個真的不行 我們用雷射 甚至某些細胞治療 只要讓皮膚變緊實 紋路變淺 其實都可以改善 那所以香蕉已經生完一年半了 然後還有認存文章還有的舊嗎 我會建議你多生幾台 反正零存整部最後一起修 這樣會比較 謝謝 掰掰 小明星期間